世界杯进入了八强 然后呢现在有两天的修整期间 给各队进行修整 这是比较难得的 所以呢咱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展开说一说 现在呢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C罗不首发的话 葡萄牙将会是一支更好的球队 这不是我说的 这谁说的 这是穆里尼奥说的 这个小红书啊 挺厉害的 能把穆里尼奥搞过来 是吧 穆里尼奥在小红书上有个账号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 他基本上会对葡萄牙的每场比赛 就会进行一个点评 和他自己从教练的角度上出发 来看这个有什么样的解读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去读一读 去分析一下是吧 其实足球的这个分析也好 预测也罢 最重要的就是要从教练的角度出发 因为从球迷的角度看 因为球迷只会看这个球队有谁 那个球队有谁 他只会这么看 他很少会去关注战术 包括教练的想法 因为你一定要 你要想要看这个球队能走多远 或者说他用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踢球 你一定要去揣摩这个球队的主教练 他平时喜欢用什么样的球员 他平时喜欢用什么样的战术 包括他带什么样的球员 他能够怎么样 就是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球队最后到时候展现出来的东西 他往往跟他纸面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好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 这个是个冷门或者怎么样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冷门 就是说足球是圆的 他很多东西的就是教练 他在藏着椰子 或者说教练他本身很多东西 他已经是暴露出来 他就是要跟你贴这些东西 只不过球迷没有捕捉到 但是穆里尼奥他的角度 他本身自己是一个教练 所以他的出发点肯定跟所有的 这个大家的这个球迷解说员 那他的出发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教练的角度才是最值得借鉴的 好吧 所以说呢 从我 所以我就是看球的 我就经常喜欢从教练 我就喜欢研究教练 我就先看这个球队这个教练 他是他过去几场比赛 他采用什么样的踢法 他是用什么样的战术去分析 包括这个球队 他的技术特点是什么 球员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教练是不是喜欢 去发挥球员的这个 把球员的特点发挥的最大化 好吧 或者说他喜欢去采取一些 不同的方式 去发挥自己的球队的优势 去扬长避短 这样他看他是不是这样 这样一个人 包括球员的性格 教练的性格 这个都是要注意的一点 那么我看了穆里尼奥的分析 我非常的同意他的说法 就是C罗如果不在场的话 或者说他不首发的话 葡萄牙将会是一支很可怕的球队 其实说这么说 也就是这句话从不里尿的嘴里说出来 如果是特别是在国内的这个舆论里面 如果你敢说C罗的不好 敢说梅西的不好 我的天哪 铺天盖地的这个漫马声就要冲出来 因为这个人迷实在是太多了 你稍微说一点点理性的话 你都要找到人身攻击 这就非常非常可怕 就是我反复强调的一点 我说一个球队的球迷决定了这个球队的上限 球迷是足球的基础 首先我们要同意这句话 球迷是球队的基础 没有球迷你这个球队就起不来 是吧 球迷的质量决定的这个球队的高度 是不是 特别是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球迷质量如何 直接决定了这个球 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队的高度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你去世界杯 你去卡塔尔看一圈 别的我不说 我切身体验了日本韩国的球迷 这个素质是有多么的高 包括韩国的球迷 我认为他非常懂球 这个韩国的球员 他也犯错误啊 他也有这个 在场上里面有失误啊 或者怎么样 球迷不是说去骂 去责拐去怎么样 更多的是 我看到这是鼓励 甚至说球员的一个解围 一个对抗 都能博得 整个这个 当场球迷的这个掌声 这是非常难得的 说明什么 说明球迷懂球 而不是说 我在国内也看过球 看什么中超 看完机场以后 说实话 那个体验 你就不想再往下看下去了 全是金马 全是国马 就是 就是 国内的球迷 你看球怎么看 就是 送上国马 就是对对手 进行国马 问候你全家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我看了英超 我看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职业联債 没有说像这个这个国内这个球迷这么流氓的 所以你就看球迷的质量 你就能看出来 这个国家队质量 他高不了拿去 好吧 话说回来 有点扯远了 说这个葡萄牙 葡萄牙这个跟韩国这场 我是在现场的 就我看到很多的葡萄牙的球迷 说实话 我跟他们聊天 我也怎么样 很多葡萄牙的球迷 你发现怎么样 他并不喜欢C罗 他并不喜欢C罗 他不喜欢C罗的围人 他不喜欢C罗的踢球方式 他不喜欢C罗 喷主角链 喷队友 喷这个那个 他不喜欢C罗 站的这个角色 实话实说 C罗作为一个 这个国宝级的球员 在一个国家 作为国宝级的球员 你想象一下 这个你即便是在韩国这样 你说孙兴明 他在这么一个地位 或者怎么样 或者说 你想想中国如果出现了 类似于C罗一样 这么一个偶像级的球员 你要是敢说 你不喜欢他 你要敢说他的一些缺点 你要敢这个直面的去 点出他的这些 这些东西 你说我不喜欢他 我不是他球迷 你这不得被骂死他 这在国内的那种舆论 不得被骂死他 但是人家 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不喜欢他这个C罗 这个这么大年纪 他对于球队所带来的影响 我还特意去采访 包括在飞机上 后来我坐飞机 我碰到好多这个葡萄牙的球迷 我说你这种情况在葡萄牙是常见的吗 他说是常见的 很多其实葡萄牙本地的人 他并不是C罗的粉丝 他是葡萄牙的球迷 但是他并不喜欢C罗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说的很明白 就是C罗他现在这个状态 他不应该再去首发 而且他的性格 认为他的性格是有问题的 他对他目前的这个状态 他对于这个国家队来讲 他的负面效应 是要多于他的正面效应 他对球队不能带来帮助的话 那你就不应该继续首发 而且他发脾气的原因 也是毫无根据 也是毫无根据 那么所以这一点 我挺佩服这个葡萄牙的球迷的 敢于说 敢于说实话 敢于呢 就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个葡萄牙的本地 咱就说本地的球迷 还是厉害 还是厉害 这个球迷素质还是高 而且我在现场 我看很多 身穿葡萄牙球衣的 你明显就能感觉出来 那就不是葡萄牙人 你一看就是什么印度的 这在不中国的 很多球迷 这都是看奔着C罗来的 为了看C罗来 来支持葡萄牙 那说实话 这种我就不给他规范为球迷了 不规范为球迷了 这属于人迷 人迷 所以说呢 如果这个葡萄牙队 如果像今天 所以说葡萄牙的主角列 桑托斯也很厉害 首发了拉莫斯 结果效果齐佳 赢家呢 不光是葡萄牙赚大了 本菲卡也赢大了 是吧 这又有一个 这价值 年仅21岁 价值又估计要奔 七八千万去了 这么一个前锋 他的这种跑动 他的那种牵扯 他的这种横空出世 对于葡萄牙 对于本菲卡 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那么葡萄牙呢 接下来我说过 将面对 伤病累累 伤痕累累的 非常劳累的摩洛哥 那么我认为 葡萄牙将会进入到四强 四强里面将面对 鹰法其中的一支 这将是葡萄牙图面对的 这个最大的困境 好吗 今天呢 就简单的想聊一聊呢 这个C罗 葡萄牙 以及大家去看一看 木铃鸟 我觉得非常值得看 这是我目前 对葡萄牙图的看法 这个球队 我认为 很有潜力 很厉害 就是如果他不用 不用C罗的话 这是一支非常 恐怖的球队 谢谢大家